复查皇后是真的从城楼跳下去了吗? 《严玺攻略》中复查皇后跳城楼自杀的剧情 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? 在历史上,复查荣因并没有跳城楼自杀 复查荣因是乾隆皇帝的第二个皇后 关于她跳城楼自杀的说法 完全是出自一些小说和电视剧 比如《还珠格格》和《严玺攻略》 但这些作品都是虚构的 不是真实的历史 实际上,复查荣因是因病去世的 虽然她的死因一直存在争议 但绝对不是复查荣因虽贵为皇后 但皇城之中的她却并不快乐 她不但时刻要做好皇后的职责和本分 同时还要给后宫的其他女人做好榜样 后宫中女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约束和限制 其命运也被很多人所关注 人们对于她的死因也一直众说纷纭 但无论如何 自杀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历史上的复查荣因并没有跳城楼自杀 而是病死的